什么叫做念佛的好处 念佛的利益 念佛的功德 那我们要怎么修 阿弥陀佛的福报太大 那我们要有懂得怎么想阿弥陀佛的福 不然可惜啊 你看阿弥陀佛的福报太大 但我们也懂得用什么方法 所以今天我就用这个姻缘来跟大家 首先劝大家 我们念佛的人不能不修福会 你要记得这件事 特别在我们这个环境 我们现在环境 你这一生你特别你是一个念佛的人 你不能不修福 这个第一个头一件事 那福怎么修啊 这个很重要的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一些 这个王者 或者这些我们老了 人一老 很多人得什么病 什么病 痴呆 你不要笑 我看我们别的国家 澳大利亚现在很多 这个也是一个业障 人痴呆很辛苦 如果家属而你笑顺你还好 如果家属而你不笑怎么办 那不是惨了 而且老人痴呆这个问题啊 你怎么劝他念佛啊 是没有一个效果 很恐怖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 小心哦 真的不是吓人的 这一方面我们在看 师傅 这十几年下来 我到美国 到欧洲 到澳洲 到台湾 到很多国家 我看到好多人 临终之前 他没往生之前 躺在医院生病 那不是癌症 都是很多一些 那你想一想 这个就是医院上来的 那如果你有福啊 这种就能够避免 所以啊 我就借这个啊 简单这段时间 我就跟大家来讲一讲 我们要怎么修福 什么样的福报是最大 什么样的福报是最大的 什么样的福报是最大的 首先先了解这个福这个体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 讲了很多 阿弥陀佛在五量塑经里面 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念佛人最大的福报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看下面的那个经文 最大的福报啊 就是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念佛人最大的福报 就是最殊胜最难得的 就是你这一生当中 你能不能涌脱困毁 往生净土 原成佛道 这个是最大的福报啊 这个福报实在讲是诸佛 佛菩萨最羡慕的最欢喜的一桩事情 我们这一生能不能得到 能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福报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诸佛如来 诸佛菩萨最欢喜的一件事 我们能不能这一生当中 了生死出三戒 那个是最大的 欢喜的一件事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离了生死了 你得大自在了 你不会再受任何的苦 你已经超越六道轮回了 这个是念佛人最大的福报 所以这个诸佛最羡慕的 看到一个人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不受任何这种苦 世间之苦 六道之苦 诸佛是最欢喜的 谢谢大家